这是一场我们的头条主赛 轻量级的对决 杨飞对艾力决定之夜分区冠军赛 那么我想现场的观众和这个我们网络前的观众 可能跟我有同样的感觉 两位选手的身材差距真的是非常的大 是的 这是一场杨飞的破釜沉舟之战 同样也是艾力在赛前放出豪言说 要在第一个回合就要终结对手的豪言之战 确实艾力有这样的资格放出这样的豪言 因为他两场比赛展现出来的实力真的是非常的高 是的恐怖式的碾压实力 但是这场比赛我们看到小飞亚杨飞呢 也是他其实是有着更多的大赛经验的 36场的大赛经验 而且他在比赛之前呢也已经放出化 这场比赛将是我的最后一战 真的是一个破釜沉舟一般的勇士 是的双方战架一正一反 对于在拳法方面 特别是后手的直拳以及后腿的进攻方面 双方的都要是加强防范 没错这边艾力是一个反架的选手 而且我们看到他可能随时也在寻找中击的机会 是的 杨飞呢他的打法呢是非常多变的 并且呢是多次的感觉是在劣势的时候呢 在蜜蜂局呢是反败为胜 上一场比赛区对这礼服药啊 我们就看到了神来之一般的这个吸食之贡 那么今天比赛当中是不是会有过 后腿打到了应该是有一些的影响 但是杨飞呢还是尽量的保持镇静 确实看到艾力的绝对力量真的是非常的可怕 现在杨飞一直也是在寻找 是在寻找爆摔的机会吗 如果想要去爆摔艾力呢 那不见得是一个明智的战争圈 这后手前打到 现在传十人包裹直接是拉躺 拉躺进入到了一个主动拉到半防 拉到半防 现在杨飞是不是要打一个深入半防 我们看到杨飞的手已经是开始在掏艾力的夜下 没错 那如果对于杨飞来说的话 取胜的关键可能就在现在的这个把位当中 这个是他最有机会击败艾力的技巧 是的 在上一场比赛当中杨飞也是凭借啊 真的是神来之北的吸食之雇击败了力 没错 这边的话 我们看到艾力的压制 是不是会给对方更大的压力 因为对于她来说的话 艾力的身材实在是有点魁梧 有点夸张了 是的 杨飞回到了封闭式防守的位置 是啊 还是比较传统比较稳固的防守方式 确实看到艾力在上面 直接的身形的往上一探 是完全的 虽然是在杨飞的方封闭式的防守当中 但是感觉并没有对她的中心牵制太多的影响 他这边的过腿也是非常的 直接一个非常的漂亮 刚才杨飞用一个来回劲 竟然是把艾力的平行推了出去 利用空间站起身来 确实这样的技巧也能够看出 杨飞在赛前是做了大量的针对性的训练 是的 你就看到 这场比赛还有两分钟的时间 扫梯 对于杨飞来说的话 现在我们看到 她在耐心的寻找那个转瞬即逝的机会 那么真的是打得非常的高扫 对于艾力来讲的话 每一下都是中击 每一下都是致命的 是的 双方的这种战架呢 确实对于双方来说 直线拳法都是相当危险 没错 这边的艾力一直也是在向前压 但是杨飞显得比较挺身高扫 艾力到目前为止呢 还没有说是采取 这果然的 真的是杨飞去选择主动去爆摔艾力 下前的爆摔 我不知道为什么 乔老老师 我总觉得杨飞 今天的比赛真的很像当年的艾力厅合制 是的 面对着 想要去诱敌深入 没错 面对着比自己身材大很多的艾力 我们看上位的杂拳 也去的杂摔 想要去做一个锁腿的部署吗 现在是要进入到一个深入办法 但是艾力在上位 看到顶级的摔跤手 她的重心是极为难被撼动的 没错 这边我们看到拳法 对于头部的打击 也是非常的可怕 绕镜的防守 现在是把对手压平 是的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这场比赛 到底会像是艾力所说的 自己会全面碾压 还是会重现 应听何止 对怪力男凯文的一幕吗 这边想要去硬坐这次的木村 但是杨飞也是第一时间 手臂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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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力已经是搭上扣了 艾力已经是搭上扣了 直接发力吗 直接发力 让杨飞克服沉舟的精神 是的 现在看到杨飞在下位 还是不停在变换自己的重心 是 往里面藏 往里面藏 艾力在上位不停的 是的 用自己的垂击 来垂击杨飞的肋骨和面部 对于杨飞来说 我们看到干扰对方的呼吸 非常的重 非常的重 第一局比赛结束 非常的可怕 那么在第一个回合 我们看到已经是结束的情况下 艾力 虽然没有说是像赛仙豪言一样 去终结杨飞 但是我们看到了艾力这种恐怖的碾压实力 但是杨飞呢 这场比赛可以说打的也是有勇有谋 确实是杨飞是拿出了自己 应该是最擅长的领域 包括在地面的缠斗 也有对于对方的这样的一个缠斗的防守 我们看一下 非常重 非常的重 在那一瞬间 其实你看 其实受到影响的这一击重拳也打到 重拳包括中扫踢 但是即使是面对着 包括刚才这一下 我们看到艾力的手臂三角角的布置 包括杨飞那次非常精彩的 这样的一个侧位的逃脱 都是展现出今天杨飞 想要拿出自己真正实力的决心 是的 这四个战决成202-23赛季第24战 群凶并起 头条主赛 压轴大战 轻量级的决成职业分区冠军赛 小飞侠杨飞 对阵 雄鹰艾力 第二回合 经过一个回合的试探 之后相信那两位选手对于对手来说 都是有着非常实质的了解 是的 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的杨飞 看到他还是显得比较积极主动的 特别是在第二回合开局 没错啊我们确实是跟艾力的比赛当中好像第一次看到有选手选择主动去进行这样的下检报三 是的是的 这就是到了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之前小鹰也是连续多少场的不败 后来就有一个人提到一个问题说 为什么没有人主动去爆摔他的 确实是这样可能 优势太过于明显 看起来是看起来可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是可能往往这就是局 看再一次再一次主动拉躺 主动球变现在 在一瞬间的还是艾力抢到了真正的一个落点 没错这边的话艾力还是牢牢的将对手控制在地面上上位的杂拳 是的现在杨飞在下位形成了一个扣腿的动作 艾力的技巧也是非常的细腻 包括我们看到用自己的肘部去挤压对方的颈弓脉 实在是身形太庞大了 确实太庞大了 这样一个绝对力量的压制 小哥我们看到杨飞啊 他在腿部的处理呢 对于艾力在上位 你看艾力打木村 是的这个木村呢是非常紧了艾力 所以说艾力是再次的放开 没有成功 那确实我们感受到之前其实这种非常均勢的手力 三角角和木村艾力都能够成功 但是今天杨飞的这个防守确实也是让艾力费了一番周久 是的现在杨飞在下位 又采取了双手搭扣来去牵制艾力在上位的重心 换了一个位置之后回到了另一侧的横四方 我们看现在艾力还算是 还打算去做这样的一个手臂三角吗 很有可能因为在搭路一侧也可以说是有一个双向进攻 手臂三角和木村都是艾力的得意技 没错这边一边杂拳一边使用的这样一个非常非常直接的锅托艾木村 硬拿 会拿力量 硬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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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自己现在还是在杨飞的对自己一条腿的牵制当中 但是呢我们看到艾力凭借自己非常强大的力量 看到杨飞还努力的征破 但是非常的深 非常深了 这个木村非常的深了 还在 非常深了 还在努力的征破 杨飞 现在要把自己放在一个非常难的 已经非常难了 已经非常难了 不想再 让杨飞 跑了出来 哇 杨飞 小飞侠 这次逃破绝对是世界级的 太可怕了 这个应该是第一个人敢于啊去逃脱一下西十字枯 西十字枯 来尝试用利用这样的一个西十字枯的 西十字枯如果他能破坏到艾力的平衡 这个西十字枯很有可能成形 看到艾力在上面疯狂的输出 已经开始哦 还是放开了 太可怕了 艾力现在拿背 不停的来进行地面的吹击 越去的打击 杨飞现在是显得是非常的被动 双方到了死亡卡脚 在这个位置上 我们看到艾力 想要去展示后背裸脚 现在已经是在这个位置上 半齐秤之后 我们看到砸拳和地面的裸脚布置都是有的 单手已经是慢慢的像蟒蛇一样的 滑在了杨飞的脖颈之上 那么艾力能否成功呢 我们看到杨飞还是在 努力的去布置自己的最后的一道 都去想象到啊 真的是艾力的一双铁臂啊 卡在 如果卡在我们的脖颈之上 是一个什么样的干手 看 单手已经进入 已经进入 单手的裸脚 已经进入 非常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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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也显示出来自己极为强大的势力 但是 小飞下杨飞 他也创造了 记录创造了 逃脱奇迹 没错 我们看到 获得比赛 胜利之后的艾力 也是主动的 来到了场边 向杨飞表达自己的敬意 今天 确实杨飞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向我们展示了什么叫做 迫不沉舟的勇士 你看这次的裸脚 确实是还生了 一双铁臂啊 是紧紧的卡在了 杨飞的颈部 我看 相当的 相当恐怖的这种 碾压的粉碎机般的 非常可怕的实力 非常可怕 在这儿 恭喜艾力拿到第三场比赛 胜利同时 也要把我们的敬意 送给小飞下杨飞 三分四十七秒 使用背后裸脚 相扶获射 赢了 这 prevented 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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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臣 赢了 这次我们去赢了 拍摄 嘉宾 是 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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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感谢颁奖嘉宾 感谢红蓝双方选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